原端课室里坐无虚席 即使无法面对面上课 学员们仍专注聆听讲师的精彩解说 尽管多数人选择在家中连线云端课室 但有一小部分学员因器材和网速问题 只能做好防疫来到共修处上网课 参加慈祭前会觉得慈祭就只是和别的慈善团体差不多的吧 就是做善事 加入了后就了解到慈祭不只是做善事而已 它还有人文学校 有医疗职业 有环保等等 还了解到了慈祭也有很多礼仪 慈祭真的是一个很庄严的道场呢 就在一点一点的了解之下 他们就越来越欢喜跟发心地来去完成他们的功课 他们闻到越来越多法 就越来越了解慈祭 越来越爱上人 加入慈祭大家庭来走路人情 进化人心 然后走在这一个菩萨道 完成了志工培训 也更清楚慈祭行善助人的理念与方向 未来需要更多有心人共同参与 才能缔造更有爱心的祥和社会 大爱新闻 珍珊美之宫 马来西亚新商报导